你玩过这种可以弹出小人的香蕉发泄球吗 据说里面住着一群魔法精灵 每到深夜十二点他们就会复活 成为你的宠物精灵帮你实现愿望 太神奇了 没想到这种香蕉叮叮乐里面还住着一群魔法精灵 这种发泄球我们不识就有啊 那还当什么 准宝屁啊 让我来找一下 看到香蕉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四个香蕉发泄球买回来我还没玩过呢 想不到我真可以接触小人呗 这太好玩了 看到我都饿了 夏姐你个痴祸 我们是来找魔法精灵的 这香蕉叮起来最有弹性 但是整个人都摁不上铁 我为你们真是藏着魔法精灵吧 给我两个 我决定先把香蕉的小脑袋剪掉 给你拿一刀 我 我差五指 夏姐你也太残忍了吧 哪里残忍啊 这是假人 我们看看里面有啥 嗯 怎么还有香蕉啊 看来是我判断失误 这里面居然还有一声 我剂个剪 让我用手掏一掏 魔法精灵的东西啊 好像这样的魔法精灵 哇 他还是这么男女色的头发 好好看啊 嗯 你的魔法精灵头发 是不是有点长了 这也太长了吧 这是啥啊 啊 这不就是独角兽 王大精灵的表演吗 他根本不是什么魔法精灵 我才没有你那么残忍 直接拦腰剪断 哎 宝珠们 我好像看到五元物色的东西了 我找到魔法精灵了 鬼 啊 像皮筋 原来他不是魔法精灵 就这些研究所的皮筋而已嘛 宝珠们 这个香蕉捏起来硬邦邦的 那么多按不下去 里面好像真的有东西 给你动个小手术 把口子开大一面 我开 哦 我好像看到南下头发啊 谁 哦 真的找到魔法精灵了 虽然他的头发都卷成一堆了 但是把它梳起来还又好漂亮 我找到的魔法精灵是男头发 跟视频的不一样 大大的眼睛长长睫毛 这应该是一个小姑娘吧 让我给你来一个抛腹肠 把对皮冲开 哦 我也找到魔法精灵了 把娃娃娃取出来 我的魔法精灵更好看 头发五元物色的 但是你的魔法精灵好像是个老头子的 我都什么啊 年纪越大法律越高 不我们也就找到了两只魔法精灵 他能复活嘛 过了今晚十二点就知道了 我们要去休息咯 希望你们快一点复活 老师妹 已经到了早上了 我们看这魔法精灵也没有复活 蛤 这是什么 难道魔法精灵真的复活了 我现在抢打了 我的妈呀 这魔法精灵够丑的